兄弟们好,有兄弟说想看大蒜钓鱼,今天它来了 这个大蒜呢 我打算是把它给切开,切一点,然后没有处理过的大蒜 然后咱们今天用的钩也比较小,4号钩,带道次的 为什么切开呢?因为钩小是一方面,然后切开的蒜味会更浓一点 咱们现在用82年的这个,斩这个 搞这个 出来了 这个大蒜没有经过任何处理 掉了 掉了不要紧,再来一点 刀好久没有磨,刀太顿了 大蒜在这里 掐一点 然后呢,搞一点点就行,因为咱们的钩子呢,比较小 这样蒜味会更浓一点 平时还想看什么钓鱼的,你们写在下面 你敢想,我就敢做 做到你满意为止,大蒜已经挂好了 抛干正前方,看好兄弟们 老说我抛干那时候换了耳料 这样的话,一定丧良心 钓个鱼又不是玩什么 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别的那个目的 咱就玩一玩,绝对不存在什么 弄虚作假之类的 大蒜钓鱼全网也是很少的 平时咱们看的大蒜钓鱼就是 别人会说兄弟们,大蒜钓鱼来了 然后把大蒜往上一挂 然后就没有下纹 基本你是看不到上鱼的 你也看不到飘向,什么都看不着 说心里话兄弟们 就像咱们自己去拍个视频 也是有极大难度的 不是说我每一根它都能很顺利的上鱼 它可能有时候也要等半天 我现在整了第二个蒜头 现在是冬天 疫情期间这段时间没办法 整一整玩一玩,热好一下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冬间 不要着急啊 十分钟以内能上鱼 都是算是比较快的 它这个蒜头的不是耳料 耳料的话还能行 它有雾化的上鱼 它们是比较快 但是这个蒜头的话也有它的优势 它不会雾化 能停的时间很长 现在目前还没有反应 细微的有动作下面 刚刚那个飘有点上下的有点浮动 但是信号很小看 其实在每一次拍视频 我也考虑到兄弟们的感受 视频看的太长了 有些又说拍的时间太短不过瘾 有些说你一下上鱼又太快了 所以它重口难调没办法 咱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对吗 只能实事求是 拍视频的时间长一点就长一点 大家 看大蒜还在不在 大蒜是不会雾化的 还在兄弟们 我就不往前拿着看了 直接抛出去 来 继续来 这个下面底部形态 有时候可能卡在哪个 里面 这鱼发现不了 也有可能注意看鱼 来鱼 大蒜钓鱼上鱼了兄弟们 看是什么鱼 这个鱼呢还是有点大有点力气 鲤鱼 鲤鱼啊 切开的大蒜看到没有 还是比较好 现在鱼还在发力 我的肝子比较硬 拉不出的感觉 等下看看 大祸兄弟们 看一下 还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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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兄弟说 你这拉着没有什么劲 这其实劲的挺大的 我这肝子很硬的 这个大线很大 下面的大粒 它怎么可能 唯一能跑 就是把钩子拉直 或者拉断 它可能跑 你看 不管再大的鱼 你只要这样炒至皮下子 它就没有力气了 不要去担心什么 看 还是有劲的 还在发力 因为拍视频 有时候你不能一个鱼 溜半个小时 那就不行 太长了 无关紧要的地方 就没有用 一般都用硬杆 尽量稍微快 还在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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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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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钓鱼上鱼了 兄弟 这样的话 一会儿它就没有 掙扎不了 看 多漂亮的鱼 然后呢 把镜头稍微拉小一点 看 还有 还在发力 再蹦打不了多远 好 好 上82年的钞 平时还想看什么 你们写的线吗 所以你们想不到 没有 搞不了 一般都是能搞的 兄弟们 说 什么都能第二移 这个话可能不现实 但是绝大多数的东西 都是可以上移 还在跑 还在跑 五分三十七年